李连杰经纪人接连遇害 中南海保镖拍摄时 香港政府派遣9名便衣警察贴身保护李连杰 李连杰拍完黄飞鸿三后 与老东假家和闹翻 出走家和 自立门户郑东电影公司 但是当时香港社会经济不景气 电影行业岌岌可危 仅仅创作了五部电影就破产了 但是这五部被称为郑东五部曲 中南海保镖就是五部中的一部 该片投资近2000万 但是收获的票房仅仅1120万 因为影片过多涉及政治方面 还是真人真事改编 所以审核极为严格 因此没能在中国内地上映 所以这1120万票房 仅限香港及海外票房 如果在内地能上映 应该不会亏得这么惨 当时出走家和时期 香港社会十分混乱 尤其是电影界 当时甚至大多数电影公司 都是由黑帮掌管 李连杰连续两位经纪人 相继遭遇不测 在本片拍摄期间 香港政府专门请了9名便衣警察 24小时贴身保护李连杰的安全 影片中最精彩的镜头 便是出路头角的邹兆龙 与李连杰的正面对抗了 五岁习武 22岁便获得了自由搏击金腰带 偏向西洋拳击打法 而李连杰是中国传统武术 风格截然不同 邹兆龙的实战能力 不在李连杰之下 该片演完之后 邹兆龙便挂上了 最强反派的称号 并一挂就是几十年 李连杰在该片中的制服造型 在当时迷倒了万千少女 而这一造型 也是剧组花了大心思 才定下来的 服装导演陈顾芳 前情后后为李连杰改了十几次造型 既要有军人特质 还要将李连杰与其标志性的古装角色分离开来 不然观众看到李连杰 就感觉看到了黄飞红 方世玉 这样看来 演一部电影 太火也不行 一个角色可以让观众记一辈子 电影片为李连杰送给钟立提的手表 秒针指向五 分针指向二 十针指向十 代表着520 这也是小编在评论区看到的 不得不说 有些网友比导演都要神 大家怎么看这部电影呢 关注我 还有更多电影幕后故事